Lin香整形整很大 脸部身材前后差异惊人 到底整了什么 整形医美专家这么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Lin香过去的Lin香 与现在的Lin香除了眼睛以外的部位 好像都不太一样 那所以我们推论 他做了皮整形手术 最近有网友挖出 Lin香17岁时的旧照 与现在的长相差异极大 惊呆了一票网友 网路上关于 Lin香整形的报道与讨论 立刻抢先补丁一步和炸裂 许多网友与论坛发文讨论 翻出Lin香早期的影片及照片对比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 Lin香的眼睛 鼻子 嘴唇 眉形皆有不小的差异 不少网友很酸 原来二次发育都是真的 对于Lin香整形的贴文 网友大多表示震惊 纷纷表示意见 我以为他的胸部是真的耶 还有矫正过牙齿吧 矫正后外表会差蛮多的 而至于Lin香到底整了哪些地方 在整形医美界拥有众多整形经验的 小芝麻物理师Tina表示 每个人在整形前都会有个范本 最近询问度最高的就是Lin香 很多人看到Lin香成功的进化 都纷纷想询问Lin香的胸部 鼻子 眼睛 牙齿是在哪里做的 看了Lin香在2014及2015年的照片 发现差异确实惊人 从五官来看 过去的Lin香 从眼睛以外的部位来看 好像都不太一样 推论彼此应该是做了 鼻整形手术 而嘴巴的部分 Lin香本来就有骨爆及爆牙的状况 因此推论有助牙齿矫正 带牙套 甚至发现它连牙齿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推论有助牙齿美白贴片 贴片除了可以改变牙齿的颜色 牙齿的大小也能做调整 其他的微整形和打印菠拉皮等 就可以视为是日常保养 五官的部分谈完 我们来谈胸部的部分 胸部啊 也是Lin香最著名的一个特色哦 那我们也可以发现 2014年2015年外拍的照片 诶 他的各个的拍照的pose啊 可能侧面啊侧躺 躺下来那个胸部的幅度 还有从上面 从下面往上俯瞰的那个幅度 诶的起幅度 甚至连我们视野线的深度 诶都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们也推论 Lin香啊做了龙颅手术 针对以上小芝麻护理师Tina的主观分析 我们请教了耳鼻红科专科 鼻整形医师和序绝 隔医师表示 Lin香早期的鼻型 看起来鼻头比较肉比较大 但整体的条件并不差 其实只要修改鼻头的结构 就可以让鼻型变得更立体精致 许多消费者如果本身山根高度就足够 其实就可以做所谓的鼻头塑形手术 这种手术的结果不但自然 也可以让整体的感觉更精致 感谢观看起来 感谢观看起来 谢谢观看